说到满汉全席 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在艺术作品里 它被演绎的是神乎其神 既有类似于武林高手般的精彩厨艺 也有像猴脑等西式的奇珍异品 极尽奢华 那么清朝历史上 真的有这样的满汉全席吗 满汉全席一说 又是从何而来呢 清朝乾隆二十二年的春节 时任两江总督的尹济善 过得并不踏实 这年正月 皇帝就要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南巡 乾隆第一次南巡时 尹济善就因赢驾有功 深得皇帝赏识 尽管如此 这一次他还是不敢有半点赏识 尹济善知道乾隆皇帝信佛 便鼓动当地盐商富豪 在古刹天宁寺建造了一座豪华 却又不失佛教特色的行宫 历时三年 终于赶在皇帝南巡前建造完毕 他盘算着 皇帝一定会喜欢这座行宫 而自己平步青云的日子就要来了 皇帝要住好也要吃得开心 要想套住皇帝的胃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皇帝要伺候好随行的金官大员们 尹济善也是不敢怠慢 但是此时尹济善似乎胸有成竹 原来当时的扬州已经是清朝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商务活动频繁 饮食业自然发展迅速 在扬州既有精通满族菜品的厨师 也有擅长汉族菜品的高手 尹济善心想 两种菜品之精华一定能够满足皇帝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 乾隆皇帝虽然身居皇宫 但是未必吃过汉族菜系中的淮扬风味 淮扬菜讲究实先 即便是快马把菜传到京城 风味也是不如现吃 在尹济善为皇帝开出的食谱中 海参 燕窝等名贵食材悉数登场 汉族人爱吃的食鱼 火腿 笋子等 淮扬名菜尽数亮相 满族人喜欢的烧烤牛羊肉 剥剥面食也是应有尽有 这份食谱现在看来也十分豪华 它就是传说中的满汉全席吗 现在很多人都听说过满汉全席这个词 是吧 一想说满汉全席那不得是山珍海味 无奇不有 其实满汉全席实际上并没有说固定的席面 什么叫满汉全席呢 就是在这个清朝的初期 把满族官员跟汉族官员聚在一起吃顿饭 就好比说现在两个单位合并了 合并成一个单位 团队员吃顿饭 满族人喜欢吃了什么菜 满洲的菜 汉族人喜欢吃了什么菜 这么着 比如说满汉全席上传说有一道菜叫双烤 什么叫双烤呢 就是满族人喜欢吃的烤小猪 跟汉族人喜欢吃的烤鸭子拼在一块叫双烤 是这么一道菜 那么具体说是 有没有这么吃三天三夜的满汉全席呢 好像在清朝是不存在这件事 近年来 关于满汉全席的说法愈言愈令 传说 清朝康熙皇帝66岁大寿时 特别制作满汉全席款待大臣 设宴三天提供三百多款佳肴 有所谓三十二针的说法 驼风 熊掌 猴头 心醇 应有尽有 满汉全席的吃法也很讲究 要先吃满菜再吃汉菜 其间必须更换桌面为之翻台 那么这些说法来自何处呢 有个大清会典择立讲康熙朝 他这个当时呢 这个宴会啊 分四类 第一个讲的就是满汐 第二个是汉汐 第三个是殿汐 第四个是诵经共铁 分这么四类 汉汐是什么 汉汐就是我们讲的汉人的这种 汉汲类的东西 满汐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满洲波波 他那种比如说汇点上记录了 满汐分六等 他这六等并不是由于他那供应内容的变化 而是供应数量的变化 就是第一等的这一席用一百二十斤白面 最下那六等用什么呀 用二十斤白面 这是蒋那个满席 他最后形成了满汉全席 这个满子的意义是指的是尊贵 他跟皇上沾标 在满族大臣和汉族大臣的公筹交错间 扬州的酒楼逐渐掌握了两种不同的烹饪方式 据说乾隆皇帝了解了当地满汉陨石 逐渐融合的情况后十分欣喜 皇太极在入官之前就已经定下了满汉一家的政策 清军入官之后 吸取元朝短命的教训 积极学习中原农民 乾隆皇帝遵循祖训 他执政期间 汉族官员已经能够跻身高级官员行列 满族人的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 以至于皇上都开始穿汉服 吃汉菜信佛教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平安春信图等许多画作中 都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穿着汉族服饰的身影 宜然自得 我们现在知道了 所谓的满汉全席在清朝的历史上并不存在 不过当时的扬州 的确是满族菜系和汉族菜系都很风靡 话说尹纪善挖空心思 为了讨皇帝的欢心 他让满汉名菜悉数登场 其中汉族菜系里有一道菜 让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都惊艳了一把 您瞧 就是我们屏幕上的这道文丝豆腐 在名贵食材汇集的菜品中 平民餐桌上的豆腐 何以躋身华贵的满汉席呢 乾隆皇帝到了扬州之后 住到了尹纪善为他精心安排的天宁寺行宫中 天宁寺位于扬州城北郊 相传曾是东晋明市谢安的别墅 古朴素雅深得乾隆的喜爱 进入佛寺自然要吃素斋 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乾隆 对和尚苦修的生活格外感兴趣 每日吃青菜豆腐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一日乾隆皇帝游园过后 寺庙住持送上一碗豆腐羹请乾隆品尝 乾隆一看只见这碗汤内白丝云散 又有绿丝 孤丝陪衬 像极了国画的泼墨意境 迎面一阵清香 乾隆心中十分畅快 乾隆本来就喜欢豆腐 遇到这样精致的豆腐羹正合了心意 便立刻品尝 被切得极细的各色饲料 味道醇厚浓郁 热羹入口炖绝浑身温暖 乾隆大喜询问住持这道菜的来历 俗话说明差出明僧 这寺庙里也是卧虎藏龙 这道豆腐羹便是出自一位法号文斯的和尚之手 所以取名文斯豆腐 这道菜手法极其精妙 需要将豆腐切得千丝万缕 这绝对是一道绝技 一般来说 厨师处理质地较硬的食材 切得精细不难 但豆腐柔软无比 刀法不到家 稍一用力便可能毁掉全局 这道豆腐羹文斯和尚要以手指进退的速度控制刀法 用刀时必须尽心入定 稍有不慎便可能切伤手指 听到这里乾隆不禁心里感叹 这和尚把禅意入菜 真是江南才有的雅性 做菜人如此用心 也难怪这道菜这么符合自己的口味了 扬州曾经有个僧人叫文斯和尚 据说这道豆腐当初就是他发明的 和尚是豆腐 但他这豆腐不是说整块的 它是非常嫩的南豆腐 切得跟法丝一样 切好了以后搁在清水里头散开 散开那一盆就是细丝一样的东西 之后再给他拿热水一烫 实际上是烫熟了的 看起来就跟一幅山水画一样 不过现在这道菜有所发展 我请教了几个名厨 现在有搁什么 比如说干贝丁的 有搁银鱼的 有搁火腿的 那个都是后世人的发展 所以饮食也不是异常不变的 他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乾隆皇帝吃了这碗文丝豆腐羹 便再也忘不了 他在天宁寺小住几日 甚为得意 据清白类超记载 乾隆皇帝当时大发感叹 殊食殊可口 陆府熊掌万万不及已 乾隆皇帝要求御膳房的厨师 向文丝大师学习刀法 回了北京 若是自己想吃 御膳房便随时可以做 从此 这道来自民间的文丝豆腐 进入了皇家御膳名列 成为了御膳房的一道 宫廷佳肴 云基山万万没有想到 他的这番曲意逢迎 歪打正着 将文丝豆腐羹送入了宫廷 历史上真实的满汉习 更让我们看到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把乾隆皇帝的 平安春信徒收入国保档案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保档案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